高期青山地区已经了这么多冰冷区 因为林靠农华没有采取 冰冷南湾山区行为农业费起物 在青年欧向欲这两年 跟军林科技大学判案是苏星 电池冰冷团研究 除了建策用三级所换数号地址 实际人数用尽力所推出备电 丁文重申品 在高期青山地区是 真正在冰冷区 因为林靠农华没有采取 冰冷常常打到满山区 都是新闻动力回起物 在地青年欧向欲 这几年和军林科技大学来合作 计划冰冷团研究 除了研究有三技术 来背后第一次数的领事用 竟跟老师来推出相关的文重申品 因为像现在其实我就是有参加 整个水宝局青年回乡的 这个行动奖励计划的 那冰冷炭是跟这个 就是冰冷炭这个部分 其实是也是在计划之前的一个环节 但是对我来说这个 冰冷炭做这件事情其实是我的事业啦 对所以未来其实我会持续的一直做 做不同的产品的衍生跟发展 我向右表示不仅是透过用新冠用品来换出中备收这台冰冷 他表示因为对中备来说 大家的冰冷其实原本就是不一定的东西 因此哪是用钱来换 中备都会拍摄 因此就想到这个办法 没有记录 那些三分啦 那两啦 那些什么 白博士那种 和特别情都有啦 那些一丑零 到时候也没有在世 那些就算黄肉 那些比较肉 人家都过去买山 过去堆买 那些什么 像这些你咖啡是怎么处理 就放在后面呢 哦 那啦 那那啦 那就自然就没人要就没要了 所以就动作困扯 对对 放在那边 那不然那些脏起来 厚厚厚厚 我们在收集的过程中会遇到说 阿嬷她会觉得说 这个 这个就我地上捡的 这个就是没有价值的东西 所以他们不会愿意说 就是要付他钱 他不好意思收或是不敢收 或是他觉得就不用了这样 所以后来其实我就把它 变成另外一个方法 变成是我们用一物一物的方式 然后让他们捡檳榔 然后拿檳榔来换 兑换日常生活用品 从最一般的柴米油盐酱素查到 我们的这种日常生活用品 会需要到的洗衣精 洗髮精 然后沐浴乳 然后卫生纸 包括我们前阵子疫情 会遇到的口罩 酒精 都可以做兑换 对 但用这样的方式 其实社区的长辈的意愿度 就会增加非常非常的多 在帝新人 透过农业会期末再利用 不过这种冰冷通话 也可以来映画各种的文重産品 救出外华地方的三亚和令理 期间的表演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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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没有了 对